男子鬼鬼祟祟 从大门下方缝隙潜入庙内 接着他找到香油箱 拿出预藏的吊线 上面悬挂双面胶 用沾黏的方式 吊出里面的香油钱 庙方人员发现有人侵入 立刻报警 在庙内上演你追我跑 小偷发现远景后拔腿狂奔 但最后还是被追上压制在地 男子不断挣扎 但手上刚偷来的现金 成了铁证 原来高雄这个无姓窃贼 因为过年期间缺钱花用 新享年节期间 庙宇香火鼎盛 应该有不少香油钱 他意想天开跑到圆亨寺 用吊线悬挂双面胶 吊出香油钱 但只偷了三千元 人都还没离开 就被呼报赶来的远景带个正着 应该深知有勘察地形 深知大雄宝殿外面有个门槛 它是一个活动式的门槛 所以他利用胜裂的时候 然后自己搬开门槛 然后爬进去 窃子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 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 全被监视其拍下 当场被逮 神明面前大胆行窃 这下踢掉铁板 想赖都赖不掉 记者陈顾铭 聊一志高雄报道 明镍 好